你們知道賽車界有四大天王嗎? 台灣喔 南部就有洪聖陽 中南部就蔡承陽 中部就高潔 北部就李老師 我今天來找你幹嘛你知道嗎? 大家 南北飛一下車子 對不對 你一直說剛剛那個下場時間多久 我剛剛覺得 哇好久喔 很久吧 可能一個人跑比較無聊 好好學一下 我等一下要盡量好好跟好 這真的是厲害的 對啊 來拍這個就是要找厲害的學啊 對不對 對啊好好跟好好看 好好看 記得幫我放太遠的時候要等一下 我幫你放太遠我也會等一下 OKOKOK 嗨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首先 先感謝各位車友熱烈的報名 我們兩場賽車營都已經成團了 OK 感謝感謝 但是由於疫情的關係 你們也知道桃園最近比較緊張 那因為我們辦的賽車營都是在大魯閣跟永安 都在桃園 那因為疫情比較緊張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決定延期 延到過年後的禮拜天 一個是2月21號 一個是2月28號 大魯閣就延到2月21號 先跟各位車友做個說明 感謝各位車友的支持 OK 如果真的時間不能配合的也沒有關係 OK 那就下次有緣再見啦 OK 真的很感謝車友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賽車營就是 真的報道都快滿了 都快滿了 真的非常的感謝 感謝 好 那我現在要來介紹的是啊 我去 墾丁 國際卡丁樂園 跟那個洪聖雅 討教出租車的內容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看囉 GO 年輕人 終究是年輕人 就是帥氣 這也是南部的一個高手啊 好好看 我等一下就盡量把他跟好 那跟好啊 你們就趕快去盡量去看他的路線 去學習一下 因為畢竟我是第一次開他們的賽道 對不對 我第一次 OK 我又再為我自己找見 其實我應該一下去 第一次就要幹掉他 對不對 應該要這樣 所以才 不愧李老師嘛 對不對 但是我看應該很難 為什麼 第一個他很年輕嘛 再來 他跑多久了 對不對 他要不是泛泛之輩 是不是 這樣講好像有點尷尬 現在講泛泛之輩 還是這個話題已經過時 不好意思 抱歉 來現在我們就跟好 趕快跟好 我盡量跟 不然你看一開始就被他拉開了 有沒有 我就盡量跟盡量按 盡量跟盡量跟 盡量跟 你看我這個彎選 就跟他不一樣 我就截彎舉張插過去 然後他就落比較大拳 有沒有 阿你可以好好看一下 路線他怎麼利用的 有沒有 是吧 這個 這個賽道真的是蠻有趣的 好啦 現在輪胎應該差不多啦 一圈來就push了 這個泉油門就進去了啦 泉油門就進去了 好 現在應該過這裡之後才算一號彎 來 一號彎也是泉油 抓好 方向盤抓緊 有沒有 是不是泉油 放到座外面摔包 有沒有 是吧 然後二號彎也是泉油 三號彎稍微殺一下 我要稍微殺一下 OK 因為他剛剛有講嘛 如果你有看上一部影片的話 這個也是泉油 這裡也要稍微殺一下 因為他說這裡有很多路線選擇的不同 等一下最後我會做解釋 那這裡也是泉油 這個也沒有問題 OK 接下來下一個 這個大概鬆一下下油門應該就可以啦 OK 但是還是建議一開始 各位稍微殺一下車會比較保險 可以嗎 然後最後過這裡就全油 這裡的彎道其實蠻適合拿來練習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都是髮夾彎 直角彎 那當然在賽道上髮夾彎 直角彎就是最基本的彎道 OK 所以這就是很適合拿來練習的一個賽道 以後我退休的時候我就會常來到這裡跑對不對 OK 紅聖雅記得要招待我喔 OK 我退休要住恆春喔 好嗎 好 阿更好 你看我就努力更好 我就只能努力更好 來你趕快看它的路線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路線比較特別 它比較沒有吃那麼滿 對不對 它比較沒有吃那麼滿 而且彎心也沒吃很進去 有沒有 是不是 它都以一個很順暢的形式 在就是賽道上進行 有沒有 是吧 阿你看我都吃比較滿 有沒有 放也放比較出去 吃比較裡面也比較外面 放也放比較出去 對吧 因為我可能就稍微比較不信心啦 早上就跟它的路線就好了對不對 那跟自己不信心 又不是跑這裡跑多久 是吧 它整天不看人家的路線 是不是 所以老師講的話你要停 知道嗎 來賽車營的時候也是 我會盡量講 阿你要停 要照做 然後要練習 OK 你一定會越來越好 我不騙你 這些都是我辛苦練習學和學來的耶 是吧 半個賽車營就都教你們了 但是真的蠻有趣的阿 真的蠻有趣 因為一開始 如果你沒有人家教你 根本就不知道那個訣竅在哪裡 對吧 你會覺得就是 阿 反正就開車而已 哪有什麼 很簡單阿 方向盤 煞車油門 就這樣阿 是不是 喔 每一樣 分開來講都還蠻難的 講實在話 OK 喔 我現在跟稍微比較近一點點啦 OK 應該是他有讓我一下 他有讓我跟他 因為我出發前我跟他講 是嗎 叫他不要放我放太遠 不然他對這個賽道熟悉度 他應該會越放越遠 因為我們比較不熟悉 我們就會失誤 AE失誤就會被拉開 他比較不會失誤 他就會一直拉到那個長局 OK 所以一開始到一個新賽道 如果就是沒有開得很好 其實不要氣餒 不要灰心 了解 你只要開熟悉以後 你的秒數就會進步 而且你漸漸就比較不會失誤 這是正常的 來 我再來講一次 Go 跟在他後面 跟緊阿 有沒有 你看這裡 過這裡以後應該才叫1號彎 來 我們1號彎 全油 來 方向盤 抓緊 抓穩 打好 一手鈦 就是打一次就好了 齁 出彎就回正 來 2號彎 全油 不用吃那麼裡面 3號彎 殺一點點 帶進去 有沒有 3號彎 殺一點點 4號彎 全油 有沒有 來 5號彎 欸欸欸 他讓我過了 好吧 沒關係 我也繼續講 5號彎 有沒有 殺一點點 然後帶進去 6號彎 全油 7號彎 應該也是要殺一點點 不然就鬆油門 帶進去 有沒有 你看 我衝的就比較外面 放的就比較外面 然後接下來就 8號彎 9號彎 就是全油 OK 所以這裡總共9個彎 再來一次 1號彎 全油 方向盤抓我進去 看現在有點下雨了 1號彎 全油 2號彎 全油 有沒有 3號彎 殺一點點 帶進去 他有講3號彎 應該是全場殺最多的地方 OK 4號彎 全油 5號彎 一樣殺一點點 帶進去 有沒有 方向盤抓穩 OK 你看我現在又跑出去 這就有點太多了 6號彎 全油 6號彎 全油 是吧 7號彎 塞一點點 帶進去 有沒有 其實一點點 真的就是一點點 5號彎跟7號彎 應該都是一點點 OK 3號彎 稍微比較多一點點 接下來8號彎 9號彎 就全油了 OK OK 好 那我現在就直接跑 1號彎 全油 方向盤抓緊 抓穩 打一次就好 微正 對不對 放好 然後 2號彎進去 有沒有 3號彎 煞車 帶進去 有沒有 是不是 記得煞車要帶進去彎星 這樣才有Trail Break的效應 OK 接下來 再煞車 再帶進去 有沒有 再給你了 也就是煞煞煞 煞到彎星 才開始給你了 初略講是這樣 OK 那記得 方向盤要抓穩 要抓準 要像李老師這樣 有沒有 方向盤要抓穩 不要動太大 有沒有 是不是 其實你看剛剛李老師這樣 一下再一下 這都失誤 這真的都失誤 正常來講 就是一下就好 方向盤越動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方向盤越少越好 有沒有 是吧 方向盤都越少越好 OK 所以如果你自己觀看自己的影片 如果你方向盤有這樣突然這樣打 或是這樣打 或是在打 代表你就是 方向盤還不夠穩 手的力道要加強一下 當然我也會告訴你訣竅 到底方向盤怎麼樣才會穩 這要來賽車營才會穩 不能全部都講 對不對 是不是 不好意思 OK 來賽車營我會教你 你就會知道如何手 像李翰老師這麼穩 這個手這麼穩 我跟你講 不誇張 大概就0.5 真的 大概就0.5 所以你手這個地方夠穩 大概就0.5 很棒的訣竅 是不是 我會告訴你 怎麼樣手邊這麼穩 為什麼這樣就會進0.5 OK 一定賺到 這都是我花血淚汗學來的 是吧 我這人就比較愛跟人家請教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台灣四大天王 其他三大天王我都請教過 真的 我就是每次就跟他們請教 我都一直厚著臉皮去問 好現在你看 現在就回來 好 你看 這時候我們就有講進 聖雅 為什麼 他剛剛有講為什麼他不適合 像比賽車那種感覺 真的喔 對就是會把路線使用的很慢 但是我覺得出租車 因為像 像區灣路聯式的部分 他會躲動 喔 出租車在躲動之後 他的轉速可能會 會流失一個 喔 所以這個需要用到外側 讓他速度剛好 拉出來可以 帶個轉速 讓他轉速 喔 出租車有時候 帶外面的話 他的轉動 會讓他轉速會 要力 喔不會那麼好 對我剛剛也有一點這種感覺 因為我看你在跑 我看你都沒有用到路線使用 就是路用滿滿的 讓他順順出去這樣子 壓到白線的邊邊 對 對對對 這樣會比較順 嗯 那吃的時候咧 內側嗎 對 彎心 因為我看你有時候 也都沒吃很裡面 對我也不會吃太裡面 因為我轉速路線 他的速度 主要是 路線使用他的跨動 比較多一點 喔 所以速度是越來越快 對 吃太多的話 車子跳的 可能車子會墊的 喔 因為他抓地力夠好 對 然後在他速度夠快 對 就是快到需要把路線用 喔 轉速會 轉速越高 喔 嗯 喔 因為步不一樣 車子出力不一樣 對 他會有不一樣的取捨 路線會稍微不一樣 喔 對對對 學道學道學道 哇 學道 你看 我們是不是這樣問他 我們就學道 對不對 是吧 我們是不是這樣問他 我們就學道 有沒有 對吧 我總結一下 剛剛講的內容 剛剛講的內容 是什麼 聖雅他不吃到 就是這麼外面 然後放 就是 進彎的時候不在那麼外面 然後吃也吃不到彎心那麼裡面 然後也不放那麼出去的原因 是因為 他怕會有震動 可能有時候太外面 進彎的時候太外面 或是吃到彎心的時候 或是放出去的時候 他可能太外面 那路有點不平 路有點不平 會影響到他的轉速 喔 然後轉速 因為 Rental的轉速就很重要 你轉速如果 一直帶得很好的話 你速度就一直累積 他就一直上去 可是如果你轉速這樣 有一段時間就是 在 就是掙扎 在空空空 那時候 那時候轉速沒有上來的話 就是對你後面速度累積是不好的 那在這一場完以後啊 我也有帶我小孩 在開輕子車下去嘛 我就有試一下他講的做法 欸真的 欸真的有比較快 因為難怪我 那時候在跟他跑的時候 我覺得有幾個彎 欸 怎麼我們出彎的速度好像差不多 但是到下一個彎的時候 他怎麼進彎的速度這麼快 全油就一下就過去 而且好 稍微有拉開一點點 喔 原來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上次有個車友啊 跟我講說 他說李漢老師 你去 領路賽道的時候 你吃那麼裡面 那些震動 不會影響到你的轉速 或者是 你為什麼吃那麼裡面 我那時候的回答是說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在開競技車的時候 一定是節彎曲子 因為我們速度很快 就像剛剛 紅色你也會講 因為速度很快嘛 他速度那麼快 他必須要節彎曲子 才有辦法維持那個速度 不然如果你為了去繞 他把那個速度往下降 後面再提升的話 不可算 但是 今天如果要再出租車的話 這一個 這一個開法要打一個問號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所以你就要去考量 他到底要不要去 就是 去壓那個路延時 或去壓那個不平的路面 你就要試驗一下 所以很多開法 很多路線 都是試出來的 OK 所以我也跟上次那個車友 特別再講一下 所以我上次講的那個 放在出租車就不一定對 因為我會以為就是 因為我比較沒有太常在開出租車嘛 因為你也知道我就是 體重比較重 對不對 身高不高嘛 是不是 對啊 比較高帥 我跟你講 高重 對不對 因為開出租車如果你要開得好 因為出租車通常都沒在配重 所以通常就是 你身高沒有那麼高 體重沒有那麼重的 你會很佔優勢 對吧 啊因為我們 身高就是 不矮 然後我們體重又 不輕 對不對 所以就是 我就比較少開出租車 我就比較少體會到這個 所以上次講的 跟車友講的那個 我再更正一下 就是 就是如果 剛講那個道理 就是 我覺得 因為以前我看 競技車的數據是 跨過會比較快 你繞過會比較慢 但是在出租車這要打一個問號 你要自己實驗看看 了解 你要去看說 他到底有沒有就是 嗯 就是 影響他轉速的累積 你可以兩個路線都試一次 你就知道誰比較快 OK 你要有去試驗路線的 勇氣跟能力 知道有意思嗎 因為我就有講 賽車就是 路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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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個 了解 OK 今天介紹介紹到這裡 OK 有緣分的 車友 賽車影見啦 掰掰